和这个偏心轮是提前装在一起的 我们装的时候呢 这个清门杆这有个平面 这个平面呢要面向我们这个方向 然后这个偏心轮这个凸起的这边呢 要朝向另外一边 我们把清门杆装进去 这样装进去比较顺畅 然后我们装这个连接 这个是一个手柄 从这个口装进去 这个装进去呢 它有一个方形的线位 我们要卡在这个连杆的方形线位里 然后把这个 有一个M3的螺丝 好 这样装上轴 你看它可以来回动就可以了 下面是装这个飞螺轴 这个轴 我看这个轴上有一个平面 有那个小顶丝 就是装它们的顶丝 全部要压在这个平面上 好穿过来 这时候要把飞轮拿过来了 然后这时候把这两个小偏心轮也同时穿进去 孔要对上 对上 对上 好 这个过来之后 再把这个取柄轮装上 好 把这个飞轮轴推到位 然后这里是小顶丝 然后这里是小顶丝 M3顶丝 然后拧上 拧到那个轴的平面上 同样 这个 小偏心轮 这里也有一个顶丝 也是顶在这个轴的平面上 好 然后还有这个飞轮 这个顶丝也是提前装上的 这个顶丝也是提前装上的 我们转动一下 转动到这个平面上 好 确定它压在平面上 好 你看 三个 一 二 三 三个顶丝 这样这一步就装好了 然后这里手柄这还有一个 紧箍螺丝 手把它拧上就可以了 这个手柄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它是一时针转动的 如果要让它顺时针转动 就把这个手柄推到这边 好 这就是顺时针转动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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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再来 好 好 感谢观看